这座后宫已经和外面完全隔绝了 连这蚂蚁都出不去 更别妄想传递什么消息了 现在只有我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 能将所有的真相和皇上的心意让外界知道 这就要看万公公 你肯不肯告诉我 当年代柔飞娘娘前逃出宫的密道怎么走 你为虎作长 坏事作尽 救我 我怎么相信你 是啊 万一你是天龙派来的呢 听着 我不是来恳求你们饶恕和谅解的 对于你们的疑问 我没有必要解释 更不会信誓旦旦地来说服你们 我只有一句话好说 那就是我走到这一步 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愿意赌一赌 至于你们要不要赌一赌 那就随你们的便 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有了 牛才在 把朕手上的杨枝白玉班子 拔下来 万孙爷 快 拔下班子交给玉山 是 是 牛才遵旨 这个班子 是朕和皇帝小的时候 在御朕房完守 争夺先帝的一件骨腕 结果 两人大大出手不说 还摔坏了骨腕 先帝非常生气 本要严厉责罚 却被太皇太后给拦住 悄悄命人把摔坏的骨腕 拿着制成两个班子 在临终之前 才赐给了我们兄弟一人一够 苦口婆心的 让我们胸有地固 万万不可兄弟信强 这个故事 只有朕和庄贤网知道 所以 这个班子 是极重要的性命 能够拿着它 并能说出这段渊源的人 庄贤网将对他神信不疑 你传真的口语 要庄贤网立刻起兵救家 羽山遵旨 有了 在 是 这是 知道了 江姑娘 怎么 想要对我小义大义 还是想提醒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不管是哪一样 都请长话短说 都不是 我只想跟你说 一旦你出了皇宫达成了任务 你就远走高飞 千万不要再回来了 我相信你 本性并不坏 只可怜 生不逢时 二十年来 你都是为了别人而活 但愿你从今以后 能好好地为自己而活吧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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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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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冲,冲 冲,冲,冲 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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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得好听 你是练家子 我什么都不会 我当然难受 怎么那么臭 我等四处化缘 日前师妹染上点风寒 向进城求医 看病 我看病人的寇气 否则跟着一块倒霉 你干什么 我的头好疼 好心的施主 快放我们进去吧 我以后初一时五肯定帮你念经文的 行不行 求求你了 行了 进去吧 你太好了 谢谢啊 我们去救他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我反对 我们去救救他 万一是个人 是个陷阱 什么万一 你根本用不着用脑袋 你就用膝盖 用脚趾头 用手指头想 都知道是陷阱 万一不是 万一真的是天罗太子迫害他 那就算他倒霉吧 心仪 心仪 你给我听好了 就算他真的是被迫害的 那也是他们狗要狗 窩力反 自作自受 关咱们什么事 我 严谦 我只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实在不应该再冒险了 我们输不起了 跨他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 对 没错 不理他吧 我说你们都是记恨 就因为羽山曾经把人搞得七欢八素的 所以你们心里对他有强烈的偏见 我想今天要是换了其他任何人 你们早就看不过去 一番田一出手了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 你被那丫头搞昏头了吧你 他那么邪恶狠毒 根本就不值得人同情 难道就眼睁睁的见死不救 我们的良心在哪里 正义感又在哪里 那我不管 反正他装模作样的掉在那肯定有鬼 天龙太子他不可能善待羽山的 这一点我早就苦口婆心的点画过他 而且事实也证明如此 他一定是觉悟了 一定是明白了金氏佐飞 他反抗了天龙太子才落的今天这个下场 我们面对一个有改过之心的人 难道我们要袖手旁观吗 吴臣师傅 你是赞同我的 对不对 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对不对 你省省好不好 你也不想想看 咱们要是真上了当 把师傅拖下水不说 人家以后再烧咱们的时候 谁能来救我们呢 我告诉你 师傅跟铁生绝不会听你的 好 我就 瞧 听见没有 我决定出手 救江雨山 为什么 苗 我虽然丢了关 可是我的理想却不能丢 刚才燕青这种义德抱怨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虽然有点傻气 可是却深深地提醒我 我当初为官 对自己的期许不就是这样吗 不只要伸张正义 产间除路 同时更要坚定地相信 世间是有公理 人性是有光辉一面的 尤其是我们师傅挫败的时候 更应该精神不放弃 这样才是真正做到爹所谓的 与心之所善喜 虽久死 其游未毁 那好吧 我听你的 不过 这可是看在你爹的份上 太好了 要早知道是这样 我早一点把伯父搬出来 不就什么都搞定了吗 你管我 能成为度人之人 是真正有福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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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愚脸 好 你怎么这么愚脸 如今 你怎么这么愚脸 还好 你不愚脸 奇怪 谁能干什么 你们风呔 但是你 می那边 你怎么那么愚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玩啊 真好玩 好玩 好玩 什么人 你想干什么 过来啊 我是航铁生 你要本事过来抓我啊 航铁生 快 快抓住他 站住 真的是你吗 这边 这边 快 快 快来救我 我 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 来啊 来啊 铁生 别让我跑啊 快追 快追 铁生 你在哪里啊 你快点出来啊 铁生 来救我 你快来救我 别让我跑了 站住 别跑 别让我跑 来啊 江雨山怎么样了 浑身都是伤 刚给他敷了药 燕青说幸亏是早救下来了 再晚点啊 小命都得赔上 进去再说吧 还好吧 江湖娘 真的是你吗 你今日还对我 伸出元少 没错 是我们 我们一起决定 要相信人性本善 不愿造成任何的遗害 老天有焰 老天有焰啊 你们那么善良 一定会有回报的 我所受的罪 总算没有白费 你还没有力气说话 关于宫里 我看还是先让他休息休息吧 干什么 老师爷 快扶我起来 算了算了 你就趴着说吧 你不明白 你快把他扶起来吧 来 李宗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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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李宗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兄 你这一倒下情势批变 两派轻压之下一场血腥的政变 只怕党都挡不住了 第一真是进退了 狱公一旦让天龙登基掌权 以他的跋扈专横 我朝的前途实在堪忧 可于思我又如何背负得起 获取萧强谋夺皇位之谜 将来又有何面目来见你 王爷不必为难 是谁 草民航铁生叩见庄行王 王爷莫惊 草民斗胆 只因王府受到太子人马的重重监视 所以草民只好夜闯王府 实魄于无奈 还望王爷见谅 你就是先前曾经扳倒太子 等皇上遇赐上方宝剑的 竹山县令航铁生 铁生汉言 辜负了圣恩 现在不但丢了官职 还成了亲命要贩 开封府失火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幸有高人救援 才能死里逃生啊 你是最后见过皇上的人 皇上 这件发生何事 皇上 皇上是被人下毒惨害的 什么 下毒 王爷 皇上的一线生机 还有我朝的大好江山 现在全都仰仗王爷了 你说的这些话实在太害人了 本王怎么能够确定 你当真是航铁生 这两样东西 请王爷过目 两尺白玉斑驰 应该戴在皇上的手上 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难不成皇上 王爷请宽心 是有人千辛万果 从宫中逃了出来 传递皇上求救的讯息啊 皇上现在受制于太子 呼天不应 较地不灵 太子只手遮天 隐瞒了所有的真相 万人根本无从得知 其实皇上是幽国幽民 户内聚焚 比任何人都要着急 太子只手遮天 隐瞒所有真相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一切 就要从这块玉祠的免死金牌说起来 它关系这二十年前的一场宫廷内斗 还有太子真正的绅士 正因他并非正绅 所以才会逼到穷途末路上 做出此等疯狂的举动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什么叫太子真正的身心 什么叫做不是正绅 这怎么可能呢 事关紧急 铁商中有一次半句的虚言 愿遭五雷轰顶 王爷稍安勿躁 先镇定下来 听起声 把来龙去脉说个明白吧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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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怎么还醒着 是不是肚子饿 还是哪儿不舒服 没有 我很好 我 我哪儿不对吗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我在看一个天底下最奇怪的人 我刚刚听到师父和大娘在谈话 说是多亏了你坚持要救我 他们才下定决心冒这个陷 总算听不清人 这次算是压队宝了 心仪说话就是这样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所有的人都讨厌我恨我 这我一点都不意外 可我不明白的是 你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 这 我也不知道 说不上来 也许 也许因为我是大夫吧 在大夫的心里 是没有讨厌和仇恨这些字眼的 真的 真的 那也没有 最可以祸手 最可以祸手 臭陋破相 彩花败蜜 这一类的字眼吗 你别瞎说了 你别瞎说了 也别瞎想了好不好 等到事情过去了 如果事情真的能够过去的话 我就带你回我老家 我就带你回我老家 我告诉过你我老家在哪儿吗 没有 在西湖的边上 我呀 有一间小茅屋 那可棒极了 你别看它小啊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什么都有 到时候我一定用我毕生所学 帮你调养好身子 帮你脱胎换骨 我真的 真的迫不及待的想去 你 你 你真 哎呀 你怎么 好端端的怎么又哭了呢 哎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哄你啊 没有 我说真的 我发誓我一定带你去 我知道你会 我狐狸糊涂地过了一辈子 日子一直都在养人鼻息 虚伪矫情 忍气吞声里度过 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也永远在巧言吝啬中打转 现在 我什么梦都碎了 破了 我 我终于 可以喘一口气 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 谢谢你 在这个世界上 最终还有一个人 能这么真心地对待我 让我还有机会说几句 真的不能再真的话了 真的不能再真的话了 说了这么多话 我有点累了 我想先睡了 好 好 好 那你就睡吧 我 我就在旁边 安心地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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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牙 是我 是你 铁商 我还以为是天龙太子派来的爪牙呢 娘 我把庄型王请来了 你说他是谁 庄型王 庄型王和庄型王一块回来了 王爷 羽山靠近王爷 快免礼 千万不必多礼 王爷 已经请坐 庄型王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本王 各位都是忠君爱国之事 就凭着一片赤尘 满腔热血的坚持不懈 而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实在是勇气可嘉 本王这是深感佩服和欣慰 他们才当得起王爷的赞美 羽山不配 不 若不是你拨乱反正 传达出皇上真正的心意 本王还在举旗不定 过足不前 岂不误国误民啊 王爷 您太抬举我了 我彻头彻尾是个坏胚子 我今天任何的牺牲 只为了一个目的 那就是 我要亲眼看到天龙倒台 来 复仇也好 救驾也罢 总之我们是殊途同归的 王爷现在已经决定遵照皇上的旨意 启定救驾 内宫的情境也只有你最清楚 所以王爷不惜亲自前来 希望多做了解 就我所知 殿前司 是卫马军 是卫部军 三崖的人马 早已层层部署 尤其是皇上寝宫的周围 更是重兵防范 全是太子东宫的亲信 燕龙他清楚得很 皇上是他最大的戾气 也是他最弱的赵门 所以才会依宣慕善位 就立刻撤掉了王爷您 疏密使的头线 夺了您的兵权 他已经先下手为强 防备在心了 我明白 他先从我这个皇叔下手 就是以一种威吓的手段 来强迫大家臣服 可这么做 只会欲干泥仗 使他其未得来不正的传言 甚嚣沉上 事实上三衣衙的统领 原本都是皇上的人马 对于这场巨变 都是心不服口不服 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所以王爷 如果串联了这些人 对他们告知真相 小意大意的话 那不就大事可成了吗 本王会全力以赴 排除万难也要做到 到时候大家出其不义 攻其不备 要想制服太子的人马 应该是不难 真正的难题 只怕在后头 你们想想看 大家若看到了健康的皇上 自然谣言粉碎 情势立刻反转 可是如果看到的是 瘫痪不能动弹的皇上 那些支持天龙的势力 岂肯善罢甘休呢 为求自保 他们必定反扑 到时候恐怕就免不了一场流血的斗争了 哎呀 吴臣师傅有一个宝贝 叫雪山冰蝉 不管什么天下剧毒 只要用它一吸啊 立刻搞定 张真 是的 冰香和我都曾被他救过性命 那只冰蝉确实神奇 一定行的 只要能够成功的进入寝宫 皇上一定有救 一切就偏劳无臣师傅了 那你呢 今天是天龙和宁香大婚的日子 今夜我必须闯进宫围 不 不 你千万不能去 你以为天龙为什么会流我一口气 把我调在城门楼上示众 他就是故意调给你们看的 算准了你们会来救我 然后得知大婚的时间 他在那里布好了陷阱 他会在那等着你们啊 铁生 我知道 可就算是刀山游国在等着我 我还是得去 铁生 你 不单是为了冥香 最主要的 我可能是唯一可以绊住天龙的人 否则我们刚才所说的突击寝宫 救治皇上等等 全都变成了空谈 一点机会都没有 可是 我不懂 你能怎么绊住他 猫抓到老鼠的时候 都不会立刻要他的命 总会慢慢的玩弄折磨够了再说 是不是 铁生 你 别再说了 我心意已决 你放心吧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熬下去 为了皇上 为了你 也为了所有的人 我都非得熬下去 是不是 我们的计划难以周延 因为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地方 可是 在这种四面楚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就让我们相信 天真的无绝人之路吧 说得好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为了天下大局 我们唯有报定信心 奋力一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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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搭天地 二搭高堂 一搭 一搭 夫妻交败 礼成 你真是堪称一绝 你现在已经等于是半个皇后了 天下的女人对于这个位子莫不是梦寐以求 难道还不足以博你一笑吗 你好像忘了我对你的警告 你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吗 还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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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道该招呼谁呢 是你娘 还是皇上 好 好 我听话就是了 这才对嘛 不要把我的警告当成耳边风 今晚洞房花烛夜 我可不会这么好商量的 万岁爷不急 女才没事 只是皮肉伤 真的没事 万岁爷 怎么 父皇想祝福我们吗 我忘了 父皇不能说话 真可怜 憋着一肚子的话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这滋味够呛吧 龙儿 虽然父皇不能说话 可是母后 当中几句话要对你说 龙儿 龙儿 我的好龙儿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母后有个意想不到的礼物要送给你 我 你们的殿下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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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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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命中 二十年前 是我造就了你 我给了你一条生路 瞧 就算今天 我也可以亲手毁了你 阿尚 柔飞 你们亲眼看见了 我亲手了解了这个祸害 是不是 不管我曾做过什么 这一切 祖国姑姑想你了吧 柔飞 我虽然害苦了你 可我现在也得到报应了 我求你 柔飞 你把我在皇上面前求个情 给我一条活路好不好 相信你 我已经心里脚脆 你暗地灵伤 我再也没有力气使坏了 我只求你 让我暗暗纷纷地 留此残生吧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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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